還是一樣很帥 有沒有 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精華 我是老頭Altman 耶 我們開始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啦 那與其說方舟生存 倒不如說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來介紹一下新的模組 老頭已經很久一段時間沒有開那個方舟生存了 那個人呢 覺得說 應該適時回來以下 然後 各位應該也非常的開心 我終於開始玩方舟了吧 那基本上今天這一集是只有介紹這個模組的東西 這個模組叫做泰克系列之類的 他會把一些可能官方還未公開的東西拿出來 放在這個工作坊上面 那至於會不會被官方告發呢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呢 有看到就拿來拍馬 是不是 然後裡面還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這個新的沒有看過的泰克恐龍的skin 像是 風神一龍 複傑龍 跟這個reporter reporter 就是 是這樣唸嗎 反正就是迅猛龍 還有劍龍 還有三角龍 然後最主要的呢 還有這個 泰克的武器 泰克神劍 有沒有看一下 有沒有像那個 戰神3裡面那個奧林趴斯之劍啊 有沒有 然後還有泰克盾 基本上這些東西好像是官方還沒有試出來的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作者居然有辦法把它移出來 然後移出來就算了 然後還是免費的 所以說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有爭議啦 總而言之呢 反正就先拍再說 好 讓你們搶先看一下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也沒有太多多餘的其他要素 今天就簡單一點 那你們現在各位所看到的這一隻就是 就是這個模組所產生出來的飛龍 可以看見 清晰可見 這是一隻泰克雙溪飛龍 好不好 然後呢 這應該是模組的bug 他的槍居然在下面 而且是浮空的 很丟 超丟的有沒有 給你們看他們丟一樣 他的槍居然在地下浮空著 現在連恐龍都會有那種浮空術了 那個超空念動力的概念 現在飛龍實在是太強大了 然後呢 我後來發現啊 我開啟射擊模式 他會多出一個準星 但是呢 不能開槍 這應該是這個遊戲的bug 不是遊戲 這個模組的bug 他上面那個泰克能量碎片100% 但是呢 我沒有辦法使用射擊 所以說這應該是bug 不過沒關係 給你們看長什麼樣子就好了 其實我個人覺得 他這個泰克雙溪飛龍是蠻帥的阿 有帥到有帥到 那基本上其他的模式都相同阿 他就只是一個skin的造型而已 沒有太多多餘的改變 阿 複結龍 複結龍 就你先好了 就你先好了 反正 遲早都要看到的嘛 是吧 你們應該也好奇他到底長什麼樣子齁 我記得我有做藥丸阿 給你吃給你吃 好吃喔 來來 趕快起來 趕快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了 對齁 順便給你們看一下這個阿 泰克裝阿 唉呀 這都沒給你們看 泰克盾跟泰克箭 為什麼不能拿箭 抱歉 這要放在這上面 給你們看一下 喔 還是一樣很帥 有沒有 他比這個姿勢 讓我感覺像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那國外很流行的 就是把那個水瓶往上丟 然後之後很準確的在地上 落地站立 然後就開始 YAAA 那種感覺 是吧 還蠻帥的 哇 好啦 這不是重點 來 拿我們的神劍 奧林趴斯神劍 喔 可以舉盾 這些功能好像 還沒開放 據說這個盾可以吸收傷害 以及反彈的樣子 我們找這隻開刀 砍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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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喔 欸嘿嘿 不要跑阿 你以為你跑得了嗎 算了 你真的跑得了 我放棄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當中的富杰隆 泰克長什麼樣子 是這個嗎 沒有錯 不過他沒有鞍欸 他沒有鞍 好 那我自己做 嗨 你好 抱歉 我都忘記有鞍這回事了 順便幫他點一下這個好了 脖子變得好細喔 好像壓骨 壓脖子喔 有沒有看見 還蠻帥的 現在方舟都不方舟啦 變成高科技的方舟時代了 然後還要出 之後改版還要出一隻水塔什麼之類的 咬你 咬你 算了 咬不到 我放棄 人生已經沒什麼可練了 生無可練阿 長這副德性 有沒有 你看喔 那他的這些 這些細節做的都很真實阿 來吧 我們先看三角龍好了 雞人這邊都已經有了 三角龍 我卡了 該不會盪了 不會 喔 長這樣子阿 骨絡奇才 會拉死的 三角龍 哇 他的腳好酷喔 他的後面那個 居然做成這樣 好像擋風玻璃 有點像是那種 以前早期摩托車 前面有那個擋風玻璃有沒有 還蠻酷的阿 是不是 你只是有這副樣子 然後裝逼而已阿 還蠻屌的阿 我喜歡 我喜歡 看了兩三眼就可以走了 有沒有 然後他前面那個腳 做成像閃電的形狀 如果把他拿下來 應該是基本上是 圓錐的嘛 對 他原本的這個腳是長這樣 然後把那個 Skin套上去 變得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那種 壁雷針那種感覺 是吧 連眼睛都不見了 眼睛都變這樣子 好的 算了 我笑一隻 烙丹的迅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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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的 哈囉 找到一隻烙丹的 看什麼東西 欸 reporter 你叫reporter是吧 阿你是在咬什麼啦 哇 原來你是精英迅猛龍 哇靠哇靠 欸 救我 救我 我居然有精英迅猛龍 來來來 我居然肚子餓了 然後那隻精英迅猛龍 居然來弄我 欸 不知好歹阿 壞阿 死好 通通拿去做雞精 然後我居然肚子餓了 好像沒有熟肉之類可以吃的欸 只好吃這個了 欸有欸有欸 居然我有熟肉欸 為什麼 好啦 啊我的那隻 暈倒的迅猛龍去哪裡啦 弄一弄都沒看見了 啊是那一隻嗎 是不是 欸不對阿 這就死掉了阿 他死去阿 該不會我要再重抓了吧 該不會我要再重抓了吧 好煩阿 那邊又一隻那邊又一隻 不拖泥帶水 來來來 哈囉 兩隻 那我就連你也暈啦 阿 剛剛好 快起來吧 嘿 起來了是吧 那我們來看看你變成泰克化之後長什麼樣子 好然後熟魔龍鞍也直接給你套上去 不多說 還不錯嘛 蠻人模人樣的嘛 那三角是怎樣 去蹦喔 是吧 死吧 那讓我點一下 你三角龍走開喔 不要弄我喔 我會生氣喔 負重了不能動 我不能動阿 大哥 來 點一下負重 好了可以動了 喔 喔耶 baby 好三角龍長這樣 酷喔 欸對齁 我都忘記他們可不可以直接放泰克裝備啦 欸不是泰克裝備 泰克雷射 呃不行耶 這個不能泰克雷射 欸我都沒有仔細去注意耶 這不是普通咬集而已 那 只有飛龍有泰克雷射但是沒有管不管用 好我們迅猛龍長這樣 好我們迅猛龍長這樣 欸欸欸 欸 喔攻擊力還是不利他快速 過來這裡 聽話 好 讓我幫你射一下被動喔 是吧 好這就是咱們的迅猛龍 還蠻酷的 你看他的手背 這個骨絡 欸真的還蠻屌的耶 各種機械化的樣子 好給你們看整個完整的樣貌 有沒有 酷酷的 有點那種南方巨獸的縮小版的感覺 只不過他的 應該是講說他可以在多樣化就是 增加一些銳利的角啊之類的 感覺會更帥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迅猛龍 我決定要把他放生在這裡 對不起我要走了 劍龍的話 其實劍龍我覺得 在這個方舟世界裡面超級不起眼的耶 他既沒有特殊能力 也沒有攻擊力 我真的不知道他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以方舟視角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存在的目的是在幹嘛的耶 都沒有特殊能力啊 每一隻恐龍基本上都有他的特殊能力 就唯獨劍龍沒有 好不好 是麥蒙是吧 啊 是麥蒙是不是 那麥蒙我也是醉啦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可以那個啊 不行 他是沒有能量的 不能使用雷射 不能射 不能射 欸啊我 我也劍龍一德 劍龍哥 欸剛好這個高度我可以直接抓風神耶 好那我就降落在這裡 我們來抓一下風神一龍好了 需要一下這個高度 欸隊友會飛欸我在幹嘛 抱歉 我都忘記我會飛這件事情了 那我可以邊飛邊抓啦 對不對 幫你給射下來 欸有中嗎沒中 再一次 欸有欸 好好笑喔 我都忘記我會飛了 87 來 吃我的藥 吃我的藥啊 好 趕快幫你抓起來 那這樣子我們只剩下 只剩下劍龍了 好不 熬起來了 來 先給你套上去看一下 然後再放風神翼龍的鞍 在哪裏啊 風神翼龍 難道我沒有拿嗎 欸等一下我做了沒有把他帶在身上 不是 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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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沒有把你帶在身上 喔有啦就這裡啦 嚇死我的毛了 欸好酷喔 欸屌喔 這個這個有 這是名副其實的雞脖子吧 超級雞脖子欸 不解釋 給你們看 泰克的風神翼龍 超級雞脖子 不解釋 他我都想吃山東鴨頭了 好吃的山東鴨頭 有沒有有 長這不得性 帥帥德 還可以啦好不好 如果給100分 我給87分 知道嗎 然後飛的超慢的 有點不想要操控他了 而且騎我們的飛龍好了 來 放生你 雞脖子 剩下劍龍了啦 劍龍去哪啦 劍龍你在哪裡劍龍 難道絕種了是吧 找到了啦 才在講說劍龍在哪裡呢 就出現了 為了預防 為了保 那個 為了預防起劍齁 我們先把一隻給弄掉 就是你了 好 預防他們會攻擊 欸 才剛講而已 來來來 剩下劍龍了 快起來齁 加這麼少喔 那你吃這個好了 紫色果子應該是你的最愛 喔 站起來了 你原本長這樣對不對 你原本長這副醋樣是吧 來 我讓你看起來更飆心利益 你要被包裝成明星了 你知道嗎 你就是明星了 在哪邊 在這裡 這個長度 輸我 這個脖子跟這個頭 看起來像奇怪的東西 看來這個只有 握一隻手加兩指半而已 普通貨色 我還以為有多長呢 是吧 其實劍龍蠻好看的 我說真的 劍龍他這個 背起 看起來真的還蠻帥的 不錯不錯 這隻劍龍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而且重點是 上面這個背部 就算是做兩片刃的 然後呢 很酷的是說 如果是真的在戰鬥的話 他這個背起可以拿來 擋敵人的攻擊有作用 保護主人不受傷 是不是 有屌到喔 然後這個尾巴 尾巴可以類似 但是有點像是那個 那叫什麼東西阿 我不會講欸 反正就一把武器的那種感覺 雖然劍龍本身他的武器就是嘴巴啦 但是他現在在做這樣 感覺更強大了 尖尖銳銳的有沒有 銳利的尖刺 好 這是我們的劍龍 我唯一對他有意見的就是他前面這顆頭 好不好 可不可以加點腳之類的 你這樣看起來很像 很像 我們男生常有的 呃 你也知道的 好不好 OK 好嗎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泰克的系列的裝備阿 泰克Skin系列 我也把它全部介紹完畢了 其實還有一隻阿 還有一隻是在那個深海裡面的蒼龍 蒼龍 蒼龍泰克啦 我沒有把它弄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之前正式版的 泰克蒼龍的那個 裝備就已經裝過了 所以說我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好不好 OK 那麼這就是所有泰克系列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好 全部介紹完畢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